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张形势 美国威斯康星州卫生服务部在2月5日下午报告 该州确诊一名感染者 报告显示这名患者曾经去过中国 所以目前美国总感染病例上升到了12人 一次病例则减少为了76人 而加拿大方面也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昨日温哥华发现一位50多岁的女性感染者 目前总共为5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昨日提到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 已经进入了第三期临床试验 今日便传来了好消息 被实验对象使用药物后 均出现了好转现象 并且201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麦克尔·莱维特也宣布 他根据数据建模分析预测 下周开始新增死亡人数将迅速减少 希望这些好消息都能成为真正的结果 彻底打击这场灾难性的病毒疫情